夢到什麼樣的同事 你一定要小心 十個同事不能來往 做這些事還覺得理所當然 老闆又沒怎麼樣 你當這個主觀扭不起喔 十個同事不能來往 第一個就是平常 跟你有說有笑的同事 一下子又跟你冷落冰霜 平常為什麼跟你這麼好 現在不想跟你講話 甚至他自己心裡就有事 經過他身邊 他電腦立刻蓋起來 然後有的手機還會貼那種保護模式 對 是 是不是疑心疑鬼 或是自己有做什麼灰心事 對 怕別人看到 平常在群組呢 哇 招鋒影碟 什麼話都要回答 一下子呢 都消聲匿跡都不講話 常常在群裡面他會潛水 可是喔 只要是主管 比方說逢年過節有個文化 會丟紅包嘛 他會搶紅包 他都會出現的 第一個搶的就是他 所以證明什麼 證明他什麼都有在看 尤其我們的尾牙都那個 一千多人有沒有 我以前不是跟你開過一個玩笑 我很討厭 我都有一些理系 對 在尾牙玩得最開心的人 都是上班最不用心 沒有 而且他通常又會 抽到大獎 欸 這個就是我覺得 非常玄的一件事了 真的 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對啊 每次抽到大獎 都是那種 你哪位啊 還有 對很多規定指指點點 但開會的時候呢 他都不說都叫別人說 他去慫恿別人 對 開會前去跟同事講 欸 聽說等一下我們要講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太過分了 一直激 然後別人就被他 那種單純的被他激到 就會覺得 齁 真是的 然後一開會他就講 然後他就超會的 但是老闆就痛恨著我 對 但是其實不知道他只是白痴 就是被慫恿 對 你是不是那個白痴呢 好好想一想 早退或者遲到 故意裝忙 對 下班不走啦 我都說 下班給我走 你要給我裝忙 其實都在聊天啊 對啊 有一次很晚我回公司拿東西 我就看到 為什麼公司的黑黑的 然後還有螢光燈 走進去看 就有一個抓人家而已 他說 沒有 我再看一些資料 我說不要看了回去吧 所以有些人 你不覺得就是怪怪的 他做這些事 還覺得理所當然 對啊 老闆又沒怎麼樣 你當這個主觀了不起啊 對啊 喔 還要這樣做好門喔 何必呢 都先攻擊別人 說穿就是沒休止心 你自己 不支持 所以為什麼我 不理會酸民講什麼 有種拿出你的本事來 拿出你的臉 拿出你的名字 行不改名 做不改信 大S 二十年沒有換 手機 對 講到這個重點 對 我也是從來沒有換 我也沒換啊 所以他才有第二春 我以前嚴禁公私戀愛 因為會公私不分 對公私傷害很大 因為會影響到工作效率 甚至有很多 不公平的事情 能夠不要有就不要有 但是 這個事情 我們是沒有辦法禁止的 是啊 假公祭司 又很自傲的跟大家講 你們現在有的福利 都是我幫你們爭取的 結果呢 是不是非常可怕 他就會說 你看 哎呀 我剛剛多辛苦幫你們爭取 你要感激我啊 就是這種的 而且呢 還有一種人一定要小心 你已經發覺他是兩面人 所有的東西 盡量留文字 人八一沒有八一沒有 他無時無刻 不想取代我的位置 但他也沒錯啊 他也想出人頭地啊 那出人頭地 你要有方法嗎 那就有方法 就不會那麼笨啊 他的方法就是把我幹掉 在我後面講閒話 記得在職場上 愛別人不如多愛自己一點 努力往上 讓生活過得好 你的人生才會改變 有個前提要提醒大家就是 我覺得團隊合作精神還是要有 這個一定要有啊 但是 你還是要小心 因為 有些傻傻的都會推心自負 對 除非你是神 我是凡人 我做不到 你我皆凡人 我剛剛真的有猜到他會唱這句 哈哈 身在人世間 人要有距離才是美感 要當聰明人 你的隱私不用給大家知道 未來的苦都是你自己 我們就沒什麼想過 我去做個好猜測 我去做個好猜測 我這樣也會去做個好猜測